我们过去的 不要 为什么 老师说一定要走斑马线哦 直接穿越会很危险哦 工资料了 工资料了 走斑马线 我们穿越马路要走斑马线 打工亲个人 我不要 您现在收看的是 运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我们看到台北股市 这个礼拜指数 已经正如我们所说的 来到了八千八百点的大关 这波的行情 从当时七千六七千七 当时利空不断 油价在大跌 入股在熔断 人民币贬值 对不对 那我都跟他讲过 股市低点底部 就是靠这些利空淬炼出来的 七千六七千七 不厌其烦跟大家讲 那是大盘的底部了 十年线附近要拼搭的 涨上来到七千九到八千点 我也跟大家谈到过 大盘从技术面上来看 已经进入到初升段的行情 一路的将展开 嘎空行情 涨上来 大家都还是担心 哇 哪里有压力 既线半年线 现在到年线 再往上有八八七一压力的时候 我都跟大家提到 当市场都在担心 有压力不敢进场 这个行情反而不容易涨完 对不对 那现在指数已经不知不觉 这个礼拜最高来到八千八百点 今天盘中又再度来到八八零八的位置 那这个行情 结束了没有 大家可能还是担心 八千八年线过了 上面还有个八八七一 那八八七一再过了 你又担心了 还有九千点 对不对 九千点过了 你可能已经不知道该买什么了 你要这样做股票吗 不要嘛 我是提醒大家 这个行情 第一个 大盘目前有反转讯号 龙头台积电 没有转折 第二个 量的趋势 目前持续在往上 也没有异常爆量 第三个 筹码面 融资现在都还在低档 外资的部分呢 手上这当中 还是有四万多口的指数多单部位 那这代表什么 行情没有反转讯号 还是会继续地往上 当然短线上震荡是难免 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 在这里 还是在当中 继续地把握这波多头反攻的行情 当然 涨到这地方 很多人也担心 我知道这是个多头没错了 涨到一千一百点 谁不知道这是多头 可是呢 现在进场 又会怕 怕会不会一买 又买到相对短线的高档 出现个拉回 都想要等个低点 那都想要等个低点 再来买的时候 可是指数的低点 偏偏都不来 那怎么办呢 好 各位投资朋友 当然在这里 短线会不会震荡 就我不敢讲 或许下个礼拜 又做个拉回 但你会怕的时候 该怎么办 提醒大家 回归一句老话 指数放两旁 旋骨摆中间 在这里 我们要只买股票 就是要去买那种 不用靠指数 自己就赶涨的股票 或者说 万一指数出现个拉回 那这当中 这个都还是持续 相对强势的一个股票 都能够持续 垫高 不会跌的股票 这样子 进可攻 退可守 才能够成为市场当中的赢家 对不对 好 那当然 难就难在这里 很多人说做不到啊 所以呢 这一波很多股票 很多人说 就是因为找不到这种股票 相反的 甚至涨了一千多点 很多人都赚不到钱 为什么 你会看到 这里大盘涨了一千两百点 好多股票 在最近 甚至都在跌破 一月份指数的一个低点 你看到 像易隆店 前两个礼拜 都有在节目当中 有人call in进来 问易隆店 我都说要小心 对不对 建议加 太弱则强换股操作 为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 讲完之后股价 一根两根三根 四根黑黑 今天还在跌 大盘今天涨了55点上来的时候 易隆店股价 目前还在平盘以下 它甚至已经跌破了 一月初的低点 一月中的低点 那不止易隆店 太阳呢 对不对 也跟大家强调过 第二季就要小心 它的一个供需失衡 已经有提前大户在出货 那没有发现到 最近呢 中美金 大盘一路的涨 中美金是股价 一路的跌 也跌破了7627时候的股价低点 那为什么这些股票 会有这种现象 这就是我所说的 不是大盘涨 就所有股票都会涨 当指数涨了这1000点 弹上来之后 哪些股票要先买 很多人告诉你 涨多的就要卖 不是啊 对不对 涨多的股票就要卖的话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就举个例子 像同志 从110几块 我跟大家介绍的时候 在这里 涨到1007 180 就涨多了 赶快卖 涨到200块 涨多了赶快卖 涨多了300块 涨多了赶快卖 涨到400多了 涨多了赶快卖 或者是你去放空 那现在呢 整个同志居然在今天 股价最高来到多少 498块 快500块了 所以股票不是说 涨多就一定要卖 重点要看懂 哪些是要先卖的 第一个 产业趋势在下滑 第二个 业绩在衰退 第三个 股价相对弱势 第四个 技术面 如果有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你当然就要小心 为什么我之前提醒大家 LED 太阳能 你都要小心 你没有发现 像经电 股价今天又往下再跌下来 又再破底了 对不对 破的不只是这两天的低点 破的还是今年1月份以来的低点 指数7627到现在 当时股价在30块 现在跌到23块 这波涨了1000多点 很多股票居然是降跌的 那当然我没有办法说 在节目当中 一档股票 一档股票 来跟大家谈 所以我会请大家 如果说你这一波指数 涨了1200点上来 居然到现在还赚不到钱 居然你手上的股票 还是套牢 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 投资朋友 不知道你股票 是不是有大呼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的 投资朋友 我们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盘中 call in 专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我才能够去帮得到你 好 那回来谈 谈到说 这个行情 当指数在这地方做一个 这个 涨了1200点臭 你又怕 哇 会不会买了 又买在短线高一点 大盘又要再做个拉回 我会提醒大家 那你在那边等 又等不到指数拉回 你只能看行情 一档一档上去 这不就很可惜吗 所以提醒大家 这里重点 我们就先把指数放两旁 悬股摆中间 去找那种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敢涨的股票 那有没有这样的股票 当然有啊 对不对 刚才跟大家谈到的同志 不就是这样吗 同志我们是什么时候 跟大家介绍 去年2月份 那时候跟他谈到说 同志 他的倒车雷达是亚洲市战率 第一的龙头 竞争力十足 对不对 他推出来 新整合的倒车雷达 自动停车 盲区侦测的整合型系统 也获得了通用集团 十年大订单 今年出货要开始 只有个持续倍增了 那业绩出货倍增 股价呢 那时候100多块 对不对 现在已经涨到498块 重点我是要请你看 当大盘指数从万点 跌到7200的时候 他股价是将111 然后破底下去吗 没有啊 涨到170几 拉回来 没有破底 对不对 然后大盘 在从去年第四季 8871高点 拉回来到7600的时候 他股价有跟着 就在大跌吗 也没有啊 也是持续向上上来啊 对不对 大盘 个股 你有没有发现 强势股就是这样 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敢涨 甚至大盘重挫也不怕 还能够定高底部 这才是我们要的 那不止同志 再来看至今 去年9月份 跟大家介绍的时候 在50几块 那重点 我不是要跟你讲 现在至今涨到190几 我也不建议你在190几 去重压它 那重点 我是要跟你谈 当大盘指数 去年第四季 从8871 拉回一波 到7627的时候 他股价有跟着跌吗 没有耶 8871的时候 他股价在79块 跌到7627的时候 股价已经又涨到109了 对不对 那大盘一个回文 他继续创新高上去 从50几块 涨到190几块 也涨了两倍半的幅度 那这才是我跟大家所说 接下来 如果你要去找股票 你要找的就是这种 当然我不是叫你说 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看到至今飙涨 涨到190几了 还去重压 叫会员去重压 那个风险当然很大 万一这当中 买到短线的一个高点 然后这两天 出现个拉回而已 对不对 出现个拉回而已 190几跌到今天 低点是多少 171 也可能赔个20块 那也会吓到 也要停损 对不对 那也很难赚钱 所以我说 真正要去赚钱 当然你要去 怎么做股票 第一个选股的时候 就要去精挑细选 真正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但不是在股价 大涨上去去追 追在那一百九十几块 何苦呢 对不对 你要领先市场 在低档有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你来做布局 这样子的股票 这才能够怎样 第一个 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赶涨 第二个 你是领先市场 买在低档的 你是坐在轿子上的 所以呢 当股价上去的时候 你买的已经很安心 对不对 抱得很放心 你也不怕短线震荡什么的 甚至这当中 你要出 短线出一趟也可以 基本拨端持股抱着 然后呢 就让它继续赚上来 越赚越多 让别人去帮我们抬轿 这才是真正赚钱的方法嘛 那你会发现 真正能够去不靠大盘 自己就赶涨的 也就是这样子的股票 最有爆发力产业当中 最有竞争力的公司 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你能够在低档布局 你就能够这当中 掌握成为赢家的关键 那所以说你会看到 我从今年以来 一直跟他谈到2016年 锁定台股五大机会 尤其是前面四个 物联网 萌芽期进入到成长期 新能源车 电力十足在继续的加速 汽车安全配备 渗透率是持续提升当中 车联网 车市场也正在大幅度扩增 电子股 里面记得 年初大家都不看好 我跟大家讲 超跌之后 有很多减便宜的机会 现在很多减便宜的机会 已经一个一个上来 包括像物联网的部分 我们就不多谈 这个精锐 那时候介绍的时候 也才八十块 对不对 后来涨到九十二块 我说不要再追了 我们因为这当中 赚了十几块了 光胜的部分 在五十一块介绍给大家 最近股价也大涨上来 当然当其他投股老师 在帮我们抬交的时候 我也跟他讲 不用去追了 康普 最近这当中 也是一个范例 不过线上 今天有一个这当中 台北的黄先生 好像要打电话进来 喂 黄先生你好 黄老师你好 你好 麻烦我要问 3017 齐鸿 齐鸿是不是 OK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麻烦谢谢 好 那最前阵子 这当中 散热的股票 当然非常的热门 不过我先提醒大家 最近根据一些 我们研究团队的一个 获取得到的产业资讯 发现到说 散热这一块 日本那边的客户 有开始在当中 杀价的一个动作出现 砍价格的动作出现 这是基本面 要去注意的地方 那第二个 技术面上来看 给黄先生参考一下 要小心一点 为什么 来看一下 这当中去注意的地方 在哪里 再说 整个进入到 二月份到三月份之后 三月份是一个关键 三月份大盘指数 你会看到 一路的涨 对不对 一个跳空上来之后 继续走高 虽然很多上影线 但却不断地 垫高底部上去 可是相对之下的 骑红 骑红 你会看到 二月份融资 开始大幅度增加之后 股价却动不了了 对不对 这当中 为什么散户买 动不了 注意底下 最近投信的筹码 已经有在松动 所以现在的筹码 看起来 大部分是在散户手中 融资有两万多张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小心 万一这股价 再下去 这一根红棒 给它破了 很容易就在当中出现 所谓多杀多的走势 那要等到多杀多杀下去 急跌才杀吗 投信法人 筹码都已经在松动的时候 当然这个地方 建议大家 不要等到股价急跌下去 才要跟着砍 现在来看的话 很多股票在这里 已经有所谓低档布局的机会 在这里 我觉得在这当中 不妨采取个换股操作 会更适合一些 所以股票不是说 哎呀 抱着哪一档股票 乱一套住了 就等在那边 等它哪一天解套 你才要赚钱吗 其实你如果能够 去把弱势股 赶快趁着大跌之前换掉 对不对 找到强势股 低档转强 去闹出来的时候来买 那个能够更快的 帮你反败为胜啊 所以很多股票 就是要这样子 再举个例子来看 就像这当中 二月中旬的时候 那时候我一直在提醒大家 小心什么 小心 这个太阳能 对不对 那太阳能这一波 你看到中美金 二月中旬的时候 股价在哪里 在这地方43块多 现在跌到37块 如果投资朋友 不换股 现在是越套越深 可是如果懂得换股呢 来各位投资朋友 二月份我们在介绍谁 看一下 这是二月份 我们介绍给会员朋友 4739的康普 对不对 那康普的部分 看上面一点 当时我们跟大家谈到 它最主要生产什么 生产动力电池上游的材料 客户包括了像 Panasonic 这是日本前三大的 正级材料 制造商 还包括了这Tesla 这当中 Panasonic跟Tesla正在合作 要盖超大型的 锂电池工厂 它供应了上游材料 那超大型电池工厂 当然要大量的上游材料 这时候 它都在配合客户需求 积极地扩充产能 未来的业绩持续看好 营收已经在创新高 我们当时特别会员 就是在这个地方建议买进 好 那当时我们看到 中美金的股价还在这里 好 后来当然已经跌到47块 那康普呢 股价在39块多 对不对 那包括三月初 40块初 我们都持续建议大家在买进 节目当中也都有跟大家提示过 好 当时只把它盖起来 那重点是 刚今天康普 当然股价又继续大涨3.7% 你说哎呀 别的投股老师都是涨停板 哇厉害了 现隆老师的股票才涨3%多 各位投资朋友 可是你去看到 你去加入那些投股老师 每天股票涨停涨停 真的他们能帮你赚到钱吗 还是每天叫你去追涨停板 自己去想一想 那现隆老师的股票 很多会员都说 真的 怎么会涨停 可是涨个不停啊 对不对 整个康普 从39块到40块买之后 现在真的涨个不停 涨到现在已经涨到多少 涨到49块了 已经稳稳地涨了20几% 25%了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没有带你去追任何的涨停板 可是能够去帮你掌握 20几%的利润 而且还在继续赚 这个才是应该能够去帮你 赚到钱的方法 对不对 那我重点不是要跟你说 哎呀你看 这当中 我们的股票有多强 当然 我不是说 我们股票都不会涨停 也有啊 但我不希望你说 你是为了股票 我们涨停板才来找我 就像前两天 这是我们在3月16号 推荐新会员朋友 的一个大户在进货 股价转强的汽车厅 组建新黑马 3月16号 我也跟他讲过 盘中买金 对不对 下半场拉到涨停 昨天又涨停板 这也有啊 但是我们说 你必要要求说 我每一档都这样 没有办法 那个我们说 这算运气好好了 重点我要强调的是 在股市当中 能够去赚到钱 是要采取一个正确的方法 才能够一档接一档赚下去 才能够从过去的同志 至今 精锐 光盛 还有康普 这样一档一档的 这个赚下去 那我们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就是这样 锁定最有爆发性的产列 找出来有竞争力的公司 大户在进货转强 讯号出来 这样的股票 推荐给大家 这才能够真正 帮你去赚到大钱 那这样的股票 也才能够正如我所说的 当指数涨了一千多点 你会担心 我知道 都担心 大盘会不会随时出现回马枪 虽然这是个多头 所以我说 你要找的是这种 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敢涨 甚至大盘就算回档 没有关系 能够抗跌 能够垫高底部 未来会有个大波段的股票 那这种股票 一定背后都有一个 爆发性成长的产业 里面有竞争的公司 业绩未来会持续成长的公司 股价才会有大波段的机会 这才是我们要的 就像过去的同志 就像过去的至今 就是这样的股票 所以在接下来 我们会去持续锁定 锁定在哪里 新世代汽车相关 尤其在关于自动驾驶技术 我们最近看到 哇 这当中很多的交通事故的新闻 包括前阵子这当中 有一则新闻 谈到BMW的试乘车 去撞到Toyota 造成了一死五伤 这当然是很不幸的一个事件 对不对 很多人也在讨论 到底是BMW飙车 这造成的事故原因比较大 还是Toyota 这个违规左转 没有去注意到人家 这个当然都有讨论的空间 那今天早上又有一则新闻 这中山高速公路 有五台连环 有五台车连环追撞 已经有两个人命危 那看到这些交通事故 当然我都很通心 但是怎么样去避免 要求说每个驾驶都能够乖乖的 按照交通规则 这当然最好 可是呢 有些东西好像还是没办法避免 对不对 所以呢 为什么需要我们所说的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S 甚至自动驾驶 甚至V2V车间通讯系统 因为如果能够透过这些科技 其实能够挽救很多的人民 举个例子 像去年刚刚谈到的 车间通讯系统V2V 这是美国正在准备 推动的一个标准配备 所谓的车间通讯系统 就是透过无线转传输的方式 让车辆在275公尺的范围之内 能够去知道彼此的位置动态 来避免发生碰撞 车祸的发生 那这个商机会被大幅度引爆 以及现在美国的车厂 已经同意 未来2022年 所有的车辆 就要全面安装 所谓的自动紧急刹车系统 万一有事故 你自己还来不及刹车 汽车的自动系统 先帮你踩下去 这是不是就能够 这当中大幅度减少 起这个当中的一个发生事故 甚至发生生命危险的危机 那这个部分 未来成为标准配备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爆发性的产业 有没有这个当中好机会 当然有 很多爆发性的产业 我们已经在锁定 有竞争力的公司 我们已经掌握在手上 重点是你想不想把握 那想的话 这个礼拜指数已经来到8800点 昨天我们刚才讲 我们的八发专案 已经是这当中要截止了 不过有今天早上 有投资朋友打电话来说 可是现龙老师 昨天指数收盘 没有站上去不算 今天可不可以再给他 好 我们再给他机会 最后给大家倒数两天 下个礼拜 我们8800专案 就要正式的来做结案 想把握这个机会的投资朋友 我重点是希望你能够 跟上我们的一个 这当中有爆发性的好股票 最后的一个两天的机会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痛 请用五分珠 吹起听 请用起听五分珠 五分珠 好 成通投顾 切评超凡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讯出现 0227525868 272525868 成通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525868 0227525868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成通投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通投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戒过利 不往不利 成通投顾 值得托付 1082752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丰监派 七米床 6276 3285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那这波行情涨了一千两百点 如果投资朋友还没有赚到钱 你在这个地方真的要赶快加油 那我希望你能够去找到真正有爆发性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来赚大波段 这才是股市当中赚大钱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也正在锁定这个方向 刚才跟大家提到 当最近好多交通事故在发生 造成人民的一个安全的时候 当然看了很痛心 怎么样去解决 关键就是要发展 包括像车间通讯系统 如果说每一台车都能够彼此知道 自己的位置 车速 方向等等 是不是在当中 万一前面有一台车冲过来 你可能肉眼没有看到 车子能够去帮你判断 就能够帮你停住 避开车子冲过来的风险 就能够避掉很多交通事故了 对不对 或者说这当中前面车紧急刹车了 你来不及踩下去怎么办 现在美国的车辆将要在2022年 全面来安装所谓的自动刹车系统 那这个部分当然自动刹车系统的上机 就会全面来做引爆 就像几年前 美国推动了TPMS胎压侦测器 当作标准配备 是不是带动了好多 哇 维生啦 一粒电啦 这些做TPMS胎压侦测器的公司 股价是怎样 我飙上去 也是这当中好几倍的幅度啊 对不对 看到像一粒电 这个当中我是没有做过这一档 但是你也看到 过去几年 怎么样从10块多 大涨到80几块 标股 其实就是要从产业面去找 那接下来我们也锁定 当现在防撞雷达 当现在自动刹车 都要变成标准配备的时候 里面有竞争力的公司 像这一家公司 这当中生产的智慧防撞雷达 它就是可以去感测 附近的人 附近的车的位置 移动的方向 速度等资讯 那判断出来之后呢 来避免发生所谓的碰撞 产品已经在通过了车厂认证之后 今年要开始来做量产出货 我们的研究团队估计 第二季开始 业绩就会大幅度成长 最近融资在大减 散户都把它卖出来 为什么股价越电越高 这种股票好好注意 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正在出现 或者是 这也是我们最近正在注意 特别会员都已经在锁定 它提供 可以搭配行车记录器 前车碰撞警示 停车再开等整合行车 车用的一个晶片 成为ADS系统厂商的 一个晶片合作伙伴 去年的获利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今年前两个月 又比去年再增加个两成 继续成长 最近融资在大减 股价也都在持续 垫高底部 均线多头排列 五日均量却出现了 大于十日均量的一个转强讯号 这样的股票 你要不要把握 你会看到 我买股票 就是找这种 有爆发性的产力里面 有竞争力的公司 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我们就来锁定 过去的同志 过去的智金 过去的精锐 过去的光盛 过去的康普 一档接一档 我就不多谈 重点是 你是现在在那边 哎呀 老师的股票很强 然后你自己去追 像其他透顾老师 去追那个 一百九十几块的一个智金 跑去重压 何苦呢 懂得现在把握机会 新的黑马 低档来做布局 这才是关键 那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记得千金难买 早知道 人生没有后悔要 现在就要下定决心 拨下希望的种子 88专案 指数突破8800点 倒数最后两天的一个机会 给大家 欢迎大家休息时间 就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来做联络 跟我们一起迎接 接下来更好赚到 这个主声段 大波段的行情 我们下礼拜再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带领 专业 用心 重传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插群出现 02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资光 成通投资高老师 集品操盘团队 入汽专线 022-2752-5868 022-2752-5868 现时来电入汽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成通投资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逐利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名主轴 第三保证贷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钱 保证贷金钱一定贷出 成功统付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智兆